哈喽大家 这么快就又见面了 前几天拆箱搬家的行李 某人发现梅公新的一年里 居然买了上百件Lulu 现在回想起来 去年每天敦工地和树侯附建的日子里 真的都是靠Lulu给的安全感支撑下来的 所以今天的视频里 我想跟大家分享我的100件Lulu里 最实用百搭的几个单品 以及Lulu除了做运动穿 日常穿着怎么能既舒适又有时尚态度 这一期介绍的单品真的算是百里调逸了 从筹备到拍摄到剪结果掉了好多头发 所以希望大家会喜欢今天的内容 那我们现在就开始吧 春暖花开了嘛 所以今天想给大家推荐的第一件单品是这款 F2Street万能工字背心 它自带胸垫又是螺纹面料 所以可打底可运动还可以外穿 我自己很喜欢工字背心搭配衬衣 行动间不经意会露出肩膀 有风情但不魅俗 而且它的crop长度搭配高腰裤刚好合适 不用塞裤子就能先腿长 这件颜色是RAW LENON 亚马色 低饱和度更显得松弛随意 包包和手机壳刚好都是同色系 会给人一种不刻意但很有时尚sense的感觉 现在这个季节还可以选一件大毛衣搭在肩膀上 我今天搭配了很有存在感的条纹帽衣 颜色刚好跟内搭和包包呼应 配这种松弛感的穿搭 我通常会穿这双The Road的鞋子 它在我视频里出镜率超高 气质跟爱马仕 Toe tie甚至优衣裤U都很契合 是很显贵气的一双鞋子 搭配的裤子是Softstream的拖地阔腿裤 裤如其名 极致柔软 筹备视频的时候 请了几个好朋友来家里测评视穿这期想介绍的所有单品 每个人视穿之后都立刻下单了这条 它面料有一定的厚度 但质感丝滑 非常柔软垂坠 春夏都能穿 日常随手套一件宽松卫衣 就很自在 不拘束 裤腰细节我也很喜欢 高腰的高度很合适 而且拉绳比绑带更方便 花包的宽裤腰很灵 坐着肉也不会溢出来 即使穿短款上衣 任何时候都能保持体面 同款的Up to Street 今年我还新入手了 丝绒玫瑰色 它很接近Penton 发布的 2.23春夏流行色 红菜头籽 但更日常 它是雪花加罗文的面料 所以非常的有复古感 搭配这种彩色的时候 我会更大胆 比如这样粉色搭粉色 穿着就会傻乐 觉得穷开心 这套里 我用偏户外风格的 Prada尼龙小书包 和登山鞋 来平衡大面积的粉色 可以让搭配更有氧气感 春夏的气息扑面而来 还是这件 Up to Street的小背心 它做打底也合适 唯一是Trench色的 Scooba半拉链 有点想骄傲的时候 大概是全网 第一个推荐Scooba的博主 日常在家 我最喜欢的就是这件 颜色干净温馨 但又很紧脏 这件Scooba 还是在20年的视频里 给大家推荐的 到现在也穿了三年了 它也是我很喜欢的 奶茶色搭配的 万用单品 上身的这条 Java色的Align 25 大概是22年秋冬 Lulu最难买的Wagging 它颜色很像 街边热气腾腾的烤栗子 很有秋冬的氛围感 Java的Legging 跟Lulu的白蛋白 也是绝配 搭配在一起 像知识拿铁 很美味的样子 这几天温馨 去暴风雨 不管是在家 还是出门 我都会经常穿这件 Lulu的羽绒背心 超有安全感 我上市的这三件 白蛋白的Scooba Java的Align 25 Trench色的羽绒马甲 几乎是Lulu 今年秋冬 最难买的三件 把它们配成一套 我觉得自己超富有 值得注意的是它的选号 我觉得特别偏小 想要穿出小豆包的感觉 至少要size up两码 比如我平时 Lulu上一穿四码 现在身上的这件是十码 对比同款黑色是六码 如果更多用来搭配 紧身内搭 那六码就更得体 由于我真的太喜欢 Java色了 所以同款的Biker Shorts 我也入手了 用它来搭配一件 扣形卫衣 配上复古的运动棉袜 就完成了一套致敬带肥的复古运动风穿搭 Java色配烟熏玫瑰粉 我觉得超有氛围感 Lulu的Twilight Rose 和我今天用的包包 都是这类颜色 因为是短裤 我以为会好买一些 结果写脚本的时候 发现这件也是断货的 还是这件白蛋白的SCOBA 像现在这样 我把legging换成Chambery的蓝色 立刻从秋冬切换到了春夏 随便一套就干干净净清清爽爽 着实是非常百搭 Chambery也是我最喜欢 也是我觉得最百搭的 Lulu颜色之一 另外两个分别是Java和等虾 要分享的石墨灰 我发现还有一件 芝麻糊的SCOBA FULL SIP 其实我觉得SCOBA 最实用的款式是全拉链款 热了还可以拉开拉链 也非常方便穿脱 这里顺便还想分享一个 Lulu Legging好伴侣 就是这种Lac warmer 我的这条也是Lulu 但其实别的牌子也可以 长度我喜欢偏长一点的 像这条最高可以拉到大腿跟 天冷的时候等于多穿了层毛裤 另外热了的话 也可以往下拉 这条本来就是我 跳舞的时候热身穿的 结果今年Belay Core大行其道 现在它也成为了一件 热门的时尚单品了 这里还想简单给大家试穿一下 新款的Crop Skool吧 也是今年春夏的大热门 相比Oversight Scuba 它是瘦妖剪裁 所以更利落修身 也更适合夏天 同时它也很适合那种 甜酷辣美风的穿搭 已经推荐了好几条彩色的Legging 所以下面我想推荐一个 我觉得是Lulu Legging里面 最百搭的颜色 石墨灰 顺便也给大家分享几个我最喜欢的Lulu Legging搭配方式 Base Layer就随便穿件白色打底加Legging 其实Lulu很多打底衫都非常实用 对不同温度的适用性特别强 像这样搭配上蓝色条纹衬衣 脱鞋 帮球帽 比如周末的早上我就会穿成这样去Farmer's Market 懒洋洋的 坐在太阳下吃午餐也不怕晒 我觉得不把Lulu穿成纯运动风的 中央变量就是配饰 用长棉袜来代替运动短袜 罗肯鞋代替运动鞋 就有了慵懒随性感 下面一套穿搭 就是把外套换成一件倒脚踝的长风衣 配上Chanel R2 就是我最喜欢的Tolar漆场穿搭 去逛街 看展 社交 走路带风 气场强大 不会被轻视 这种情况下 我通常会把袜子画成更有存在感的图案 更张显个性 表达自由不受拘束的生活态度 忘记说了 这条石墨灰Legging 它也是Align最难买的颜色 常年处在断货当中 它跟黑色一样万用 但是不会黑的那么绝对尖锐 如果是第一条Lulu Legging 强烈推荐入手这个颜色 下面这条就比较小众了 但是也是姐妹测评团一支好评的一件 这条是男款的ABC Pants 轻便 舒适 不拘束 卡其裤最简单的打开方式 就是搭配一件人人都有的条纹衫 再配上耳机帆布包 就是日子安理最常见的City Boy穿搭 很自由随性 有点无性别穿搭的衣尾 ABC Pants 作为Lulu的当家男裤 舒适度不必多说 非常的轻薄 也很stretchy 是那种坐一整天都没有存在感的裤子 而且它折叠起来 小小的 很适合带去gym做换洗衣物 或者去旅行也不占行李 这条裤子去硬核户外也完全能胜任 简单的戴上一副帽遮阳 就可以去hiking或者camping了 搭配的这件紧身top 来自Zara 只要10刀 面料出乎意料的软弱 挺推荐的 这里简单的切换一下风格 把上衣换成这件softstream的jacket 就从山西户外风切换到了城市技能风 这件外套我真的超喜欢 它变化特别多 半拉脸 全拉脸 利领 翻领 oversize 紧身 它有很多很多种打开方式 随意切换 除了非常柔软 它的蝙蝠袖也非常的roomy 而且它看起来好像很厚重 但实际上非常轻薄 适合春夏 是跟scuba一样 如果出新色 我会愿意多入手几件的那种单品 插播一下Hoka的这双Bounty 8 也是近期女团风大转的单品 爱豆街拍出镜率超高 我买这双鞋是很早之前 因为足科医生的推荐 它足底支撑力特别好 对下半身的关节都很友好 而且特别软 随意弯折 同时厚底还能增高小半个头 是那种日常出新 功能性和实用度都艰巨的鞋子 最后给大家介绍几件 我喜欢的运动bra 不光可以穿去运动 不去gym的同学 日常穿也特别推荐 首先是这件高领的like a clout 通常我都会买一件 跟legging同色的bra 这样去yoga studio 不用费心搭配 也能显得称筒 特别推荐上身的这件 是因为它也是裸纹的面料 做的内搭就像一个crop的公字背心 而且它的背面又是鲁鲁特色的交叉带 可以运动日常无缝衔接 而且like a clout系列的胸垫 是固定的 机系也不会甩脱 真的是懒人福音 同款我还入手了 更春夏的小鸡黄 配chambry真的好明媚 穿上心情都变好了 外套我就换成了毛衣开衫 这样可以给大家更多 日常出界的搭配参考 前面所有套搭配里搭底 穿的这件白色的align bra 真的很百搭 其实align bra都是两面穿的 但这件更实穿 因为它的一面是裸纹的 更适合外穿 另一面是传统的 lulu裸盖面料 更适合运动 最后一套 我不想虎头舍为只穿内衣 所以就做了一套 比较寒息 借头一点的公招风搭配 这里插播一句 运动bra我就会很喜欢买白色 因为lulu的打折的wegging 通常是彩色的 比较难配 运动bra 那买白色就解决了这个难题 因为它基本可以适配 全部奇怪颜色的wegging 或者下妆 另外APC的这个雪花翻铺包 我觉得跟lulu的适配度也超高 去gym可以装很多东西 而且雪花牛仔和ease logo 都富不赶十足 跟卫衣啊 biker shorts scuba或者罗温内达 都是两配 那今天的内容就到这里了 因为办了新家 所以下次的视频可能会想跟大家分享一些 几次搬家都舍不得容的食用家具 幸福感好物 希望大家会来收看 那我们就下期视频再见啦 拜拜 by bwd6 by bwd6 by bwd6